就在刚刚 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 拿刀架在了同学的脖子上 强行让他观看电脑上播放的图片 他坚信某些特定的图片能让人看见上帝 但人类的大脑存在某种防御机制 他试图利用恐惧刺激肾上腺素加速分泌 让大脑突破这重预设的围墙完成阅语 并让他的同学紧盯着电脑屏幕 看完了所有的图案 在实验结束之后 哈佛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卷毛还以为实验成功了 但哈佛在问候完卷毛的全家后 拿上衣服就离开了他们的实验室 然而没过多久 刚才的实验就在他身上出现了反应 天空在眨眼间变成了教堂的穹顶 大脑突破了造物主预设的防御机制 让他看见了三维空间之外的世界 哈佛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这时他突然听见了什么动静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 看见有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员 正站在外面监视他 哈佛拿上衣服连忙逃出了医院 他再次回到实验室去找卷毛 但屋里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而卷毛已经死在了杂物间 看来他们的实验触动了某些人的力 而这时那个神秘人已经追了过来 哈佛连忙逃向屋外 但那个神秘人很快又堵住了他的去 哈佛转身跑向楼梯堵了起来 在引开神秘人后 他急忙回到家里 还不等他喘口气 就发现地上有一包邮件 里面都是他们实验的资料 还有卷毛被追杀时录下的一段视频 并告诉他要尽快完成他们的实验 这时哈佛想起了和卷毛的一次谈话 卷毛说人类的大脑是被精心设计的 所谓的上帝和造物主 其实是另一种维度的生命形态 而我们只是他的硬件或者载体 人类的大脑在自然情况下 无法突破预设的防御机制 只有通过外在的刺激才能突破这道微桥 让人窥见更高维度的他的真面目 卷毛将这称之为上帝模式 他们要试图通过让大脑越运 让所有人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而他们要做的是拍摄一部短片 并将其公知于众 让所有观看这部短片的人都能窥见造物主的真相 而卷毛也并没有死 这部科幻短片 从始至终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次实验 而我们每个正在观看这部短片的人 都是他们试图刷机的实验对象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肾上线索 而且没有癫痫病史 现在就可以准备看见上帝了 下集完 下集完 冷戒 下集完 感谢观看